星星如愿树寒德 抽枝夜展挂满天 星星健康文化学社第一期公益讲座现在开讲 首先我们要感谢本次活动赞助单位 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 以及协办单位青之红藤女医者沙龙洛杉矶华裔合唱团 今天赞助单位和协办单位也有很多代表参加讲座 感谢你们的参与 其次我要代表学社对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新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社成立以来已经得到很多朋友的护持 目前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会员 谢谢你们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文化艺术与身心健康 主讲人丁玲 他是医学博士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首届胡润中国好医生上榜医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 健康频道医疗康养海外顾问 新兴学社Doctor's Voice Foundation 创始人 环佩丁当阅读屋 创办人兼主角 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Doctor's Voice 创办人兼主播 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秘书长 美国教授专家联合会理事 丁老师今天的讲座详细的解释和分析了文化艺术与心理快乐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在文学界和医学界都是一个很新的课题 大家在讲座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请在对话框留言 丁博士随后会做解答 现在有请丁玲博士的讲座 大家好 非常欢迎今天参加zoom线上讲座和youtube线上观看的还内外的老朋友新朋友们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化艺术和健康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在这方面做的一些探索和我的一些心得 今天的讲座呢会涉及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艺术 什么是身心健康 来分享一下文艺的身心理疗功能 心理和机体的相关性 以及在医学界现在已经在进行的一些文学艺术辅助治疗的探索 艺术和医学对于身心健康来说 其实是同源相通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更大的平台 来进行爱心的传递来共享美好的生活 那我们首先来讲讲什么是文化艺术 身心健康 这几个词其实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 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 他们分别指代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文化 文化这个词其实它是来源于拉丁文 拉丁文字面的意思是灵魂的培养 这个定义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精确的 文化就是对灵魂的培养 是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使人达到完美 在中文当中呢 文和画两个字的组合最早是建于战国末年的周易的崩挂当中 上面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已指人文也 关乎天文已查实变 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其中这里的人文指的是诗书 礼乐 法度这些精神文明的创造 化是教化 教导 并且使之产生改变 这个成字呢 指的是社会文质昌明的一个实现 所以人文化成就是文化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梁启超 他对文化的解释是 文化者 人类心所能开设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他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 那这是文化 什么是艺术呢 文化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艺术其实就是借助一定的手段或者媒介 通过塑造形象 营造气氛来反映现实来寄托情感的一种文化 所以艺术它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的 是文化的重要的内涵和组成部分 而文化呢 它是艺术的渊源和内容 和科学相比 艺术最大的特点是离不开情感的表达 其实现在根据分类的标准不同 艺术可以分成很多种的门类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一种艺术分类 是根据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 艺术可以分为四大类 可以分为表演艺术 我们常见的音乐啊 舞蹈啊 戏剧啊 都属于表演艺术 还有通过眼睛看的视觉艺术 绘画 雕塑 建筑 这些都属于视觉艺术 文学 播音 演讲 辩论这些就是属于语言艺术 还有综合艺术 把这些都综合在一起 产生的像电影啊 电视 歌剧 音乐剧 这些就是属于综合艺术 在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很奇怪哈 我一个医学背景的人 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我从一大概二十多年 今天怎么会来谈论文化和艺术这个主题呢 一年之前 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 很多的朋友被禁锢在家里 不能出门 不能交往 突然之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觉得很无聊 感到很焦虑 很无所失从 而我自己呢 因为从小就喜爱文学 喜爱艺术 平时呢 也喜欢阅读啊 朗诵啊 主持啊 唱唱跳跳啊 停不下来的一个人 然后呢 在几位朋友的建议和鼓励之下 我就想 好吧 都说 若有诗书藏在心 岁月 从不败美人 既然大家都无处可去 那我们就来找一个 安安静静 可以将心灵安放的角落 一起来接触经典 一起来赏西文学艺术吧 所以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在线上的环佩叮当阅读屋 就这样开办了起来 之所以用环佩叮当这个名字 是因为很欣赏诗经国风里面的一句话 游女同行 言如顺音 江傲江详 佩玉强强 彼美梦江 得音不忘 文字 就像是环佩 叮当是一种音律 在环佩叮当阅读屋里面 我们一起听书 品书 朗读 朗诵 一起享受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 带给我们的滋养和快乐 现在回想起来 一年前 那样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动念 一个举动 其实从刚才我们对文化 对于艺术的定义来看 我们其实就是在走进文化 走进艺术这个范畴 当然在阅读屋里 我们是以语言艺术为主 我们从诗经古文到唐诗 诵词 圆曲 从明清小说到现代诗词散文 进行阅读和赏息 但是我们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内容 我们在文学欣赏的同时 也在设计别的艺术门类 比如我们讲歌剧 茶花女 讲京剧 霸王别姬 讲芭蕾舞 天鹅湖 讲古典舞 孔子 讲小提琴协奏曲 梁柱 甚至我们还分享 乐剧版的梁柱 黄梅戏版的梁柱 这些涉及的都是表演艺术 我们还讲国画 讲富春山居图 五牛图 我们也讲油画 和纳里莎的微笑 我们讲梵高 那这些呢 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 同时我们在讲历史 学诗词的时候 也分享像电影霸王别姬 分享央视的经典永流传 当中的一些古曲新唱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综合艺术 和青少年学中文背诗词 我们阅读屋里面 汇聚的都是成年人 有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取得了不小成就的行业领袖 也有刚刚移民美国 开始新的生活和事业的朋友 也有目前还身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大家距离曾经的校园生活 其实已经非常遥远了 而且也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 但是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心中对文学 对艺术的那份热爱 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在同一个阅读屋的屋檐下面 放松心情 体验文字 与作者交流 与历史对话 跨越时空和作品 进行充分的交流 同时也感受到 其实欣赏文学艺术 并不是需要你自身 有多么高的文学修养才行 只要你愿意去接触 你把心打开 文学艺术其实并没有那么 阳春白雪 触不可及 它其实是存在于周围的点点滴滴 是存在于生活的角角落落 而且更有意义的是 随着阅读课程的慢慢的积累 渐渐的 应该说所有人吧 包括我自己在内 越来越深的感触就是 诗词养心 在阅读屋的这个氛围里面 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经典优秀的诗词 对性情的调养 对心灵的滋补和进化 对身心健康的完善 大家的生活当中 也开始充满越来越多的欢快和愉悦 今天在座的由我的医生同事 我已经看到有好多参加的老朋友 谢谢你们 有我曾经的同行 我的学生 也有我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在来美国之前 其实做了二十来年的临床医生 是一位肿瘤科的医生 那也许是出于医生的一种本能 即使我在进行文学艺术作品赏息的时候 我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去关注 文学艺术和医学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在运用医学训练所得到的这些方法 去梳理文学艺术的脉络的同时呢 也不时的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思考 医学相关的问题 阅读物里面越来越明显的 诗词养心的现象 在让我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自然而然的去思考 为什么 为什么诗词能够对身心健康 有如此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既然提到了身心健康 我们就先来看看 什么是身心 什么是健康 身心 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的躯体 和我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那关于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 其实有很多的 巡政医学的证据 非常的多 比如我们在感到心寒冷时候 心里面一阵阵发冷的时候 身体真的会觉得很寒冷 又比如说 如果你的皮肤经常出现状况 或者提早老化的话 背后可能是存在着一个情绪问题 这个最普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压力太大 情绪不好 脸上很容易长痘痘 我想这个经历 大家都有过 长期的受抑郁的情绪困扰的话 你的体重 你的身材也会发生变化 而且 常常在自信的时候是最美的 就是说人的神态和体态 也是在不由自主当中反映了 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 确实是这样子 同时 身和心之间的关系 它也是双向的 是相互影响的 那健康又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健康的定义是 健康乃是一种 在身体上 精神上的完美的状态 以及良好的适应力 而不仅仅是 没有疾病或者衰弱的状态 也就是说健康必须是 包括身体和心理上 同时达到的健康 如果健康出现问题了 当然第一反应 自然会去找医生治疗 那为什么诗词 它也会对身心的健康 有这么积极的辅助作用呢 为什么阅读 吟诵 赏息 聆听 感悟 体会 会是一种精神理疗呢 可能是因为医学的背景啊 所以我总是想要搞懂为什么 所以也就开始了 学习 检索和研究 下面呢 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其实 诗词疗法这个概念 由来已久 所谓诗词疗法 就是以诗词作为媒介 通过品读诗词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共鸣 进化和领悟 对参与品读诗词的人 它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暗示 情绪辅导 潜能激发 以及整体的复原 最终来实现人的身心健康的提升 诗词疗法 其实在中国 已经有着很久远的历史 我们知道 中华诗词 远远流长 博大精神 佳作如理 唐诗诵词原曲 明清小说 近代现代的诗词 或磅礴大气 或缠绵翡测 或激情洋溢 或淡泊宁静 在一首经典的诗词背后 它既有精工练达的用语 又有对仗公庙的词句 还有悦耳传情的音韵 起承转合的意境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读 赏息 这些经典的优秀的中华诗词 都可以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和心灵的升华 在论语当中就有记载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耳之是父 远之是君 多时于鸟兽草木之名 就是说 你学诗 可以激发你的热情 可以提高观察能力 可以聚集同道 可以抒发不满 静 可以侍奉父母 远 可以侍奉君王 还可以多知道一些 鸟兽草木的名字 而中国历史上通过诗词来治疗疾病的例子 其实也已经不顺美举 像杜甫 李赫 韩玉 王安石等等 这些文学大家都曾经通过推荐诗词来进行疾病的治疗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仅仅以南宋的诗人陆游为例 陆游一生读书 知书 爱书 藏书 写书 誓书 誓书如命 他认为病经书卷做良意 他还在《贤淫》这首诗当中写道 《贤淫》可是治愁病 一掌无间万失望 他也用一首诗来叙述 他用诗为一位老人治疗头疯病的一个过程 也许大家会说这些都是行而上的东西 都是传说一样的故事 甚至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但是发展到了明清时期 其实诗词阅读治疗疾病 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的自觉时代 已经把诗词赏息 慢慢地纳入到了保健 养生和医疗的理论体系当中 比如明末清出著名的文学家 戏曲家和美学家李渝 他在他所写的《闲情偶记》当中 就有六段谈及保健治疗的小品文 名叫《立温本草》 很集中地阐述了阅读 可以疗心健身的这个观点 清代的大才子张朝 他很了不起 他是中国第一个开出了阅读疗法 书方的人 开除方哦 他用书 他的小品文叫书本草 他就模仿中国传统的本草纲目 这一类的要点 用揭示中药药性的这种方法 他来分析中国的诗文典籍的药性 疗效和副作用 可以说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本 阅读疗法的书目 大家一定想看看 张朝他所开出的处方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看 这就是他开出的处方 我们就简单来看第一个处方吧 四书当中的大学中庸论语梦子 具性贫 未干 无毒 福之 清心意志 寡是欲 久福令人 罪面 暗背 心宽 体胖 是不是很有意思 他在处方当中还有对于五经 对于诸子百家的书籍这些功效的描述 所以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一直有诗词聊心 诗词聊病的理论和实践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诗词 他只是致病延年 就是他这个理论只是局限于中国 诗词可以致病延年的这个理论 其实不是只局限于中国 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也早已经有了诗歌疗法 希腊神话当中的文艺之神 医药和诗歌之父阿波罗 他被认为是诗歌疗法的源头所在 最早有意识地来运用文字来治疗的是古希腊人 像亚里士多德 他就在他的诗学里面就探讨了 宣泄是具有情感治疗的作用 近代美国的作家 同时也是大提琴家 本杰明拉什 他被认为是第一位利用诗歌阅读 来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疗的开拓者 在1925年的时候 名叫罗普特·海文·萧夫勒 他就撰写了诗歌诊疗秀珍的诗歌药箱这部书 这部书其实和我们清代的张朝很像 他也是以开除方的形式来针对患者不同的情绪问题 提供不同的诗歌药方 甚至在意大利 由于推行营诗养生 所以还催生出了诗疗师 这么一个很新兴的职业 这些诗疗师不是很简单就能当的 他必须精通诗学 孕律学 心理学 各方面的知识 然后他们根据不同人群的病情来选择 不同类型的诗歌来进行治疗 比如对于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他们会建议高声朗诵 激情昂扬的诗 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 他就建议你要轻声低音 描写甜静的自然风光的诗 这个是意大利的 诗疗师的这个职业 那到了现在 又出现了阅读疗法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说 诗歌疗法 诗词疗法 阅读疗法就把仅仅局限于 诗歌诗词的题材又进行了扩展 虽然这个阅读疗法 这个词 它是由西方人创立的 但是就在十年前 2011年 北京大学的王波先生 他就出版了他的著作 叫阅读疗法 他也像医生开处方一样 为对症的患者来开出阅读的书单 而且他这个书单的目录当中 是涉及了中外文学 涵盖了各种文学题材 我们来看看 王波的阅读疗法的处方 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看第一节 你看 他说对症 如果脸财火质 欲贺难填者 取清新败火之药 那他开的处方是什么呢 你就应该去阅读日本作家 忠也孝赐的清贫思想 他还有符法 说清水一杯日服一张 而且他还根据不同的症状来选择 不同的书籍诗篇 甚至他配的不一样 你看他前面配的是清水 后面这里有配茶 也有配酒 这些都是文学艺术和身心健康方面 做出的一些很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当然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都是结论 都是现象 那作为一名医生 一名理工女书生吧 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在这些诗词疗法背后 科学的理论依据在哪里 根据科学的研究数据表明 聆听朗读诗词 他之所以能够愉悦身心 因为首先他有助于增强人的肺活量 降低血压 今天在座的由来自华裔合唱团的团员们 其实我自己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一 那我想和唱团的团员对于唱歌给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应该是最有感触的 和唱歌很相像 吟诵诗词 因为他有情感的变化 有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都会参与活动 所以就会使得大脑神经的敏感度提高 促进人的血液循环 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 根据测定了朗读20分钟 它可以使全身增加10%的热量的消耗 而且还能够增强人体内酶和 以前胆碱这些活性物的分泌 使得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调节达到最佳的状态 而且通过聆听和朗读 因为你需要眼睛看 嘴巴读 耳朵听 眼口耳并用 它是增加了向大脑传输信息的那个渠道 所以也是一种思维体操 优秀的经典的诗句是可以读了又诗 思了又读 反复涌送 回味无穷的 那在感受这个声率 体味这些词句 领会情感品味意境的同时呢 其实也在帮助减缓记忆力的衰退 甚至有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这个作用 还有一点呢 阅读诗词可以提高精神愉悦感 就是说会让大家更开心 医学上已经证明了 当我们人在很专注的聆听或者朗读的时候 副胶感神经会加强工作 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听这个讲座 大脑会得到放松 而且呢 促进 体内的一些内蜂蜜 因子的一些蜂蜜 包括像内肥胎 多巴胺 这些因子俗称是快乐因子 这些因子的蜂蜜 让人能够感觉良好 也会痛楚 也会得以减轻 情绪得到放松 得到安抚 精神情治可以得到调理 这一点我想 今天有很多在座的阅读屋的朋友 应该也会很有体会的 因为我听到阅读屋最多的反馈就是 每周在阅读屋的一个小时 大家都很享受 很放松 我想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 心灵的升华和洗礼 我们都知道 胸藏文墨虚弱骨 富有诗书 气字滑 在接触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我们是和作者去对话 和历史去对话 同时也是和自己对话 你会不由自主的在这些作品里面去 映照自己 去寻找自己的影子 去假设 你如果是在那样的情形下面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你也会从中得到启示 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好的文学作品 它是会把你的一些负面的 消极的情绪渐渐淡化掉 你的孤独感 失落感 也会因此得到释放和缓解 会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 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感觉 会让你有一种向上的积极的力量 最近我们阅读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刚刚学完两篇古文 藤王葛旭和岳阳楼记 初唐少年王博的不坠青龄之志的这个青春豪情 和大政之家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家国情怀 我想对我们阅读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有触动 有激励的 当然有些人 他说我压力大 我为了疏解压力 我去选择喝酒 抽烟 甚至暴饮暴食 确实也会减压 但是和这样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陪伴和洗礼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陪伴 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 人是会变得越来越有温度 越来越有内涵的 接下来我们阅读马上要开讲蓝亭集序 去感受另外一篇经典古文和爵士书法 带给我们的愉悦 带给我们的起敌 吟诵诗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大家都爱书都读书 所以我们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就走到了一起 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良性的朋友圈是很重要的 当你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双方处在同一个频道是很重要的 虽然艺术的感知其实是很自我的 就像在莎士比亚的心目当中 他的Hamlet肯定是唯一的 但是一千个读者心目当中就会有一千个Hamlet 你在和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之间互相交流分享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去感知别人眼里的Hamlet 会接触到你原来没有想到过的Hamlet 那你的感知和你的见解就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饱满 阅读本事平常是繁华尽触欲之音 有朋友形容我们的阅读是 繁杂世界当中一片安静的绿洲 一个可以将心灵安放的处所 在这里我们讨论文学欣赏艺术 就像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其乐融融 虽然其实我们每次上完课以后 都会有思想的视频回放 但是大家还是更愿意在每周固定的这个时间 一起来上Zoom 一起来见见面 聊聊天 一起来聆听 分享 交流 我想这份愉悦其实已经超越了 阅读课文字内容本身 这是一个一起聆听 一起阅读的那种气场 那种氛围的魅力和心理 作为一位医者 阅读一年 差不多一年吧 一年来的时间活动 让我是深有感触 让我更深入的去思考 健康的含义在哪里 医学的真谛在哪里 虽然我们阅读的成员 应该都是健健康康的普通人 并不是病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普通的每一个人 也是会不时的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会难免有难以打开的那种心结 会有一时排遣不了的苦闷 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疏导 宣泄 排解 久而久之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压在你胸口 所谓机遇成疾 《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 以及林黛玉 曾经的扮演者 因为乳癌的去世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都说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 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 大概70%的疾病 都和一个人的心情是有关系的 生和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一个人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 往往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焦虑 犹豫 恐惧 这些不良的情绪会引发炎症 冠心病 肿瘤 这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越来越被医学所证实了 那关于这个发生的机制呢 医学界比较公认的解释是 当人的情绪发生变化以后 心理发生变化以后 是会导致相对应的内分泌系统和脑神经地质发生变化的 那这些变化又会进一步改变人的免疫能力 最终导致人的免疫功能的紊乱和失控 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 已经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事业 是证实了人生当中 某些重大的生活事件 比如失业 破产 离婚 配偶死亡 子女或者亲朋好友的离别 这些 这些的发生和很多种癌症的发生 是有密切的相关性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也有我的医护同行们 我想你们一定是支持这个观点 而且不仅仅是人 动物也是这样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他把条件完全相同的实验小鼠随机分成两组 然后这两组老鼠都定时定量的喂食物 喂水 喂微量元素 还还喂同样的致癌物质 不同的是在哪里 对照组是给很舒适很安逸的环境 然后实验组的那组老鼠就比较惨 我们就经常采用不定时的去敲打铁笼 或者在铁笼周围放猫 这些方法去恐吓这个老鼠 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这帮老鼠 他们的肿瘤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高于对照组的 那现在社会快速发展 竞争日趋激烈 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心里的健康 所以需要越来越被关注 在生活当中 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好心情 多于负面的情绪 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那样 上医治未病 那既然情绪管理那么重要 我们就试着来好好的对待情绪 对待心情 对待自己的内心 在通往健康 通往幸福的道路上 我们除了要学会和负面的情绪相处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要掌握怎么样去培养 创造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 简单的说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让自己开心 那要做到这一点 走进文化艺术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艺术来发现和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只是限于阅读的例子 诗词和文学的赏息 这些都是属于语言艺术分支 是属于艺术当中的一个门类而已 其实不仅仅是文学 不仅仅是语言艺术 其他的艺术门类 包括唱歌 跳舞 绘画 摄影 非常非常多 在内 这些表演艺术 视觉艺术 对人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啊 我的个人爱好 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那除了文学呢 我还参加了洛杉矶华裔和常团 李辉琼老师是团长 还参加了 清华北美舞蹈队的日常排列 我们舞蹈队的星岛啊 也很厉害 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 内外兼修 平常我的工作生活比较忙 但是阅读 唱歌 跳舞 真的是能够让我真正的得到精神的放松 那份快乐是无以伦比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用语言都说不出来的 同样 为什么艺术对身心健康有如此大的帮助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例证 在2019年11月11号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就首次报告了一项大型的研究结果 它是通过对全球900多种出版物当中展示的数据分析 它来确认了从事艺术活动会对身心健康产生很积极的影响 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对艺术和健康之间这个关系 证据最全面的一项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就明确了五种主要的艺术类别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全涵盖了 这些艺术对健康的益处 像包括阅读啊唱歌跳舞啊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这些 常见的艺术活动都包含在里面 而且通过它当中的例子表明 艺术可以应对不良的或者复杂的健康挑战 例如可以预防并且减缓糖尿病肥胖症和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所以这篇报告它的结论是通过艺术提供了迄今为止 普通医学实践当中很多无法有效解决的方案 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 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终结 人生的整个年龄段 艺术都可以对健康产生很积极的影响 对身心健康是一种补充或者说是一种增强的作用 例如听音乐制作艺术品 它可以减少由于癌症治疗引起来的像嗜睡啊 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这些副作用 然后在急诊室当中进行艺术活动 比如说像喜剧表演啊手工艺制作啊 是可以减轻病人的焦虑和痛苦 甚至减轻他的血压 练习舞蹈可以改善帕金森是患者的运动能力 这个也是无庸置疑的 意大利有一项研究表明 当这些参加研究的病人 他们在欣赏自己认为是很美丽的一幅画的时候 他表示他原来身上的疼痛的程度减弱了三分之一 这个不单单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 因为同时在研究的时候还用电极去测量大脑的活动 那这个电极测量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些人表述的疼痛减轻 确实是真实的一个反应 所以说愉悦的心情确实是可以使人忘却身体的痛楚 还有研究表明在创伤病房的病人如果给他们每天让他们看电影啊看音乐会啊 那他们的住院时间比对照组的时间相比缩短一天 而且他们对症痛药的需求也明显的降低 如果在在门诊接受化疗的这些病人也给他们提供看电影啊听音乐啊这些 会使他们的抑郁的程度比对照组降低大概30%作用 正因为如此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在制定艺术和社会处方方案 专家们也提出了艺术疗法这个概念 把艺术活动创造福于更多的患者 而且据我所知我的一些医生朋友们也凭着他们的爱心 也已经在这方面进行很积极的尝试 目前随着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 通过对神经回路和神经内分泌标记物的这个研究 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实 人的大脑是怎么样来回应艺术的 是怎么样来诱发出人的积极的状态的 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叫做神经美学 这个是关于艺术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科学研究 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收集大家 关于怎么样来回应艺术的这个科学的证据 那这些科学证据都表明了 尽管艺术它并不是一个灵丹妙药 不能应付所有的心理健康问题 但是艺术确实能够以新颖的方式去吸引人的思想 以健康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感 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生活是如此之美好 西班牙著名的画家毕加索的这句名言经常被大家引用 艺术抵挡灵魂 洗净凡尘 艺术活动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解压方式 艺术它可以增进人的愉悦感 满足感和幸福感 所以在进行艺术创作或者在欣赏艺术品的时候 你其实正是在做一件对自己身心健康有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艺术让那些沉寂着的情感在意识层面中安全着陆 以上都是我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面的一些检索 这些结果 那结合我作为医生这些年在医学临床的感受 结合我自己在文学唱歌舞蹈这些艺术活动当中的体会 同时也正因为很欣喜的感受到我们阅读屋的朋友们 以及我自己在身心健康方面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阅读的外延能够进行扩大 把语言艺术的这个范畴再往下扩 联合更多的力量为大家来营造一个共赏文学艺术 共享健康资讯的这么一个氛围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文化艺术活动当中 得到更多的愉悦和快乐 所以呢 最近我们成立了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Doctor's Voice Foundation 希望能够带着文艺的宁香 怀着真挚的爱心去传递温暖与关怀 这主要通过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学习和赏见 结合医学专家们的最新的医疗资讯 前沿的科技知识来服务大众 以健康的身心愉悦的精神 用热情的帮助爱心的奉献 共享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的爱好文学艺术的 爱心人士和医学相关人士 通过分享和交流 用文艺的情怀去感染 用医学的理念去引导去服务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没有性别年龄地域国界之分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新兴学社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一份舒畅的情怀 拥有一处将心灵安放的空间 学社的活动形式会议 民家讲坛 主题论坛 主题讨论 才艺交流 会员之间的分享 专题慰问 这些方式 线上线下来进行结合 建立文学艺术平台 凝聚热心公益人群 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更多的心理帮助和服务 我们这次讲座的协伴单位之一 洛杉矶华艺合唱团在发放海报的时候 引用了苏东坡的这一句诗 人间有味是清欢 这恰恰也是我很欣赏的一句诗句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文化艺术是改善心境和心态的良方妙药 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愉悦 身体的健康加上心理的健康 才能让我们发现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 才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多心灵的愉悦 黑暗常有 光也是常在的 保持一颗健康的心 从现在做起 从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做起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宋代诗人陈昊的诗 春日偶尘 云淡风轻 静五天 磅花随柳 过前川 时人不时 于心乐 将未偷闲 学少年 祝大家有一份美好的心情 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在这里呢 也预告一下 两周以后将会有新兴学社的会员专享活动 我们邀请了肿瘤营养学专家来和大家分享饮食和健康的关系 怎么样吃出健康来 那欢迎大家 关注 这会是一个会员专项活动 那希望加入我们的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 一起来享受快乐 播撒爱心的朋友 或者希望参加环配叮当阅读 加入我们的文学赏息团体的朋友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通过这个email dvfundatgmail.com 联系我们 好 今天关于文化艺术和身心健康的这个主题就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今天参加讲座的每一位老朋友和新朋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丁老师 我实在是听得太入神了 都忘了我自己的职责所在了 谢谢丁老师的分析 精辟的这种分析和精彩的文字 让我们更深刻的领悟到了文化艺术对于身心健康 从细微到整体 从短暂到长远的密切影响 再次感谢丁博士 我们都知道 西清学社的创立机缘始于环配叮当阅读屋 成立一年来的备受喜爱和迅速发展 环配叮当阅读屋首批学员 既阅读屋的班长 同时也是新兴学社成员的刘丹女士 见证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历程 她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和感触 要告诉大家 有请刘丹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丁老师给我分享的机会 大家好 感谢你们今天参加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举行的第一期公益讲座 我是阅读屋的班长 丁娜刘 刘丹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阅历和加入阅读屋的心得感受 我居住在美国洛杉矶11年 是一名非常热爱房地产的地产经纪人 工作之余呢 喜欢读书 朗诵 弹钢琴 弹鼓针 跳舞 达高尔夫 爱好比较广泛 我是去年五月份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在到处都弥散着未知的恐慌和茫然的时候 和阅读屋结缘 在朋友圈听到丁老师脑诵的一首《至母亲》所感动 看到丁老师的微信签名 任周遭遍地浮华 怎比我独自欢喜的句子 同频共振 也被阅读屋的开篇 富有诗书气自华 胸肠闻墨 虚弱骨所吸引 在阅读里 做一个安静显雅的女子 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精神归宿吗 然后我加入了阅读屋 沉浸在阅读屋的书箱中 躲避了疫情对情绪和精神的清洗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 丁老师带着我们 从唐诗到诵词原曲 从诗经到散文 从国画到油画 从经剧到歌剧 从北宋到民国 从东方到西方 我们共同又穿越了时间 横跨了空间 在文学艺术的无边海洋里 畅快的遨游和雀跃的舞蹈 五月主题玫瑰琴 我们赏西路由和唐婉的拆头缝 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柱 体验刻骨铭心的爱情 六月主题 罪恋是故乡 在何人不起故人情中 释放了乡愁 七月 中西文化的对话之金句 霸王别姬和歌剧 银酒歌 中国舞和芭蕾舞 国画 傅春三居图和 有画莫赖的甘草堆之阴影 梵高向日葵之色彩 对比欣赏 中西文化艺术各自的特色和魅力 八月主题 你在宋词里 体会苏式 冰卫霜 又何方又何妨 老当义壮的豪言壮语 体会李清照 衣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的温婉羞涩 九月秋思 一起在诗词里 品中秋 话从阳 十月 我们走进民国 品味婉约 与民国才女 张爱宁 宁辉英等 一起跨入新时代 我们在腾王阁上光赏 落霞于孤雾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我们在岳阳楼里感慨 古贤人不宜物喜 不宜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豁达高尚的思想境界 我们在《红楼梦》的贾府里了解 诗里赞音之族 宗明鼎识之家 传统过年的礼节 我们欣赏 五爷绝具的正名流水队 七言律师的启程转和 芭蕾舞的声韵 芭蕾舞的开崩直立 古典舞的声韵传神 国画的水墨丹青 京剧的生诞尽丑等等 经过阅读屋一年定期定时的熏陶 我的心不再像疫情刚开始时 那么浮躁不安 情绪也更加稳定 在欣赏文学艺术的同时 让我释放情感 心旷神怡 我们阅读屋里 没有岳阳楼里面的鱼歌护达 但是我们有高山流水 有各行各业 和各类文学艺术成就的师友 汇集于此 我们彼此惺惺相惜 其乐融融 有独乐乐 也有众乐乐 此乐何极 此外 我也加入了工艺组织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我们学社将会有 会员专享活动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 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 好好地读一片诗 念一却词 赏一幅画 听一首曲 做一件事 关爱自我和他人 愉悦身心 热心公益 体验健康快乐 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 有想加入我们的 请和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我们的班长 丹丹 好让我感动啊 我都不知道 你会 讲的那么 有系统 那么有条理 说句实在话 虽然 讲了大概 一年左右的课 我都没有 好好地去 罗列一下 到底 讲了哪些 是怎么样的 一个系统 你实在是讲的 太好了 而且我要 讲的 感谢所有阅读屋的朋友们 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 你们的支持 这么一年来的 不离不弃啊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 不离不弃来形容 让我有更 多就是把这个阅读屋 做好 做大的信心 也因为有你们的 也因为有你们的这个陪伴 有阅读屋的这个体会 我们才有更大的心 想去做 心心健康文化学社 这个事情 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感受 这种从诗词当中 从文学当中得到的 娱乐的信 获散到所有的艺术活动 能够给大家带来身心健康 这么一个主题上去 谢谢你们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丁丁博士今天的专题讲座 其实到这里呢 我也想发表两句我的感言 我临场发挥一下的 因为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幸运 首先呢 是我幸运的加入了华语合唱团 这是因为在华语合唱团里 有了李老师的林颖 才有了这个李老师引荐了丁丁老师 参加了这个环佩叮当阅读屋 我也是之前我也讲过 我就是第一次听了丁老师的讲课 是瞬瞬间我是鹿转粉 所以才有了跟就是说 可能丁老师刚才讲到的是同频道的 这样的一个震动 所以成为了好朋友 也想一起做一些事情 谢谢 谢谢丁老师 这里呢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技术支持 詹晓琳 她一直是全程的 全程的把控着镜头的切换 换灯播放 一刻都不敢松懈 谢谢晓琳 谢谢你 不客气 对我也是就说 我当时也是听了那个丁老师的第一期的那个阅读屋的 就是真的是瞬间惊艳了 然后就是从此就是不离不弃 一直决定跟谁到底 然后最近也是加入了这个新兴学社 也是很期望跟大家一起能够用爱好诗词爱好文艺爱好文学 然后再加上丁老师的医学背景 我们来一起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 那最后的话呢 我这里还有一个预告 刚才丁老师在讲座里已经讲了就是两周以后我们有一个会员专赏的医学讲座 那时间呢 是在4月9日 那有会有一个医学专家给我们讲解饮食疗法 促进身体健康 那具体的通知呢 我们会在通过邮件发给每一位的会员 那如果非会员的朋友想要参加的 请直接微信或者邮件联系我们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第一期公益讲座到此就结束了 下一期公益活动的时间和内容 我们会提前通过海报告诉大家 谢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在中国的朋友 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 在美国的朋友 祝你们晚安 感谢观看